光天化日下 竟有竊賊拿走路邊機車前方置物箱的皮夾 民眾見狀後立刻追上去 機車車主那個 車主都進來 我們有 你給大家車座啦 明明就被募集拿走皮夾 男子卻支支吾吾試圖逃避 只不過警方在車底下找到遺失物 就這個啦 人家在車上的 我來來去 那個機車哪裡 事發在7號中午12點多 基隆一名71歲陳姓男子 行精明的一路的時候起了貪念 拿走別人放在機車前置物箱內的皮夾 由於犯案當下行為鬼鬼祟祟 正巧被路過的民眾撞見 大聲呵斥制止 陳姓嫌犯眼見事蹟敗漏 立刻拔腿狂奔 民眾也追了上去 跑了100公尺才抬到他 為了掩滅證據 甚至將刑切之皮包丟棄在一旁的車底下 經警民合作 查破道案 全案一切到最前移送基隆遞檢 警方調查 陳姓男子有切到前科 正回撤著車主不在 偷走車上的錢包 幸好路人見狀後 驚覺不太對勁 警民合作下成功逮到嫌犯 另外要提醒 平常把車輛停放在路邊 一定要檢查有沒有遺落貴重物品 否則可能就因此被小偷盯上損失血汗錢 TVA新聞劉欣奎調子判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